光老师他们是来自陕西西安 这个社团叫新世丽的两位演员 您觉得他们这段怎么样 确实有点新世丽的味道 一小天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就你这样 真的很帅 真的很帅 我觉得年轻人说相 确实应该有年轻人的风格和特点 我觉得你们刚才 既有新时尚的 同时也有传统的 包括属来宝 包括相声的一些元素 融合得比较好 应该说是值得鼓励的 谢谢老师 好 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标签是什么 好吧 旭日阳光 这个名字好 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名字 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相声新世丽的演员 我叫窦晨光 晨光就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 大家好 我叫常鹏旭 我这个旭也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 就是你们俩的名字还特别有缘分是吧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名字还有一个更有缘分的地儿 你叫窦晨光 他叫常鹏旭 这个名字就是一个窦一个鹏 你们这算天生的搭档啊 这个 我还没发现 你说我怎么捧根了呢 确实是 是不是特别有缘分 是我俩来说比较有缘分 因为也是在取校一块上学 同窗好友 那会儿来说他脑袋就挺圆的 我脑袋也挺圆 我俩就比较投圆 就这么个投圆呢 对对对 真是天生的搭档啊 经历都差不多 刚刚那个龚老师说啊 说这小豆形象特别好啊 有人说过你特可爱吗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有这么说的 但是我自个儿没觉得有什么可爱的啊 确实挺可爱的 为什么呢 他平时就老爱笑 老是笑我们喝的 然后在上学的时候 师哥师姐面前 就老是笑脸相迎的 专业老师也特别喜欢他 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组 大概六七个学生 对 专业老师一般讲课呢 一般都看他 基本上不看我们 两人同时要创作吗 平时啊 平时会写一些作品 我希望你们的节目 能够带有故事性的更好 能不能在这方面 下下功夫 写一段带有故事性的 带有情节的人物的 可能对表演 我个人觉得更有帮助 谢谢龚老师 我们会努力写一些这样的 就是有故事线的 有人物的一些作品 对 然后如果下次有机会 还能来这个笑脸相迎啊 我就拿出那样一个作品 我们努力 努力